清明扫墓前山区都容易出现零星火警 15号下午台中市消防局接获乌日和南屯交界 在乌日第九公墓靠近清新温泉饭店附近的山坡地 发生杂草火警 16号凌晨原本扑灭却又复燃 高温和风势的助长之下 火势延烧到接近台中清新温泉饭店 南山人寿教育训练中心一带 截至中午为止两个消防分队人员持续灭火 由于天气炎热饭店也送上面包和饮料 为这群辛苦的打火弟兄加油打气 黑夜的大渡山陷入一片的菊红火海 15号下午开始台中市消防局接获通报 在乌治跟南屯交界 在乌治第九公墓靠近清新温泉饭店附近的山坡地 发生杂草火警 而从下午延烧到16号凌晨 燃烧的面积也超过有2000平方公尺 原本已经扑灭 大约10小时后又再度复展 锦销洒水灌旧 像昨天清新饭店 下午2点多 那么就发生火灾 一直到晚上22点多才把它洗灭 但是晚上2点多又一件 在这个城工岭后面迎居后山又一件 2点多我们一直把它清整6点多才把它洗灭 所以呼吁大家不要乱丢MD 扫墓不要用点火的用粗草的 干旱加上风势的助长 燃烧面积不断扩大 火线也接近清新温泉饭店 以及南山人寿教育训练中心一带 而截至中午为止 两个消防分队人员 仍是持续灭火 如果有烧到临近的话 我们会驱动紧急的疏散措施来疏散访客跟客人 对我们目前还是一样造正常营业 要准备一些小面包 谢谢 很好 在意我们这个 谢谢你啊 饭店人员送上饮料跟面包 为辛苦的消防弟兄来交打气 清明节前大渡山区出现了多起的杂草火警意外 而消防绝不排除是公墓雨火延烧 全力防堵或是蔓延 是人家话台中才放不到